昏暗的房间里 一个男人正独自喝酒卖醉 因为他刚刚和自己相恋多年的女友分手 此时小黑猫想给主人一些安慰 可伤心的男人对外界没有一点反应 而且他并不知道自己的猫可以化身成人 小黑猫独自走出房间来到大街上 一个恶魔出现在他面前 恶魔对小黑猫很感兴趣 并说 我可以让你给你主人带来好运 但有一个交换条件 就是你会剩下一个星期说明 而且我会在你身边监视你 还能让你主人对你现在这幅身躯不惊奇 小黑猫点了点头 恶魔把象征好运的珠子给了小黑猫 小黑猫再次回到主人身边 第一天 生无可恋的主人想要跳楼结束自己的生命 此时小黑猫唤醒了主人 并且电话响起 为主人带来了一个好消息 男人暂时放弃了自己 他觉得生活还是有点值得期待的事 第二天 小黑猫照常在房间里看着主人 主人正在为自己的事业努力着 恶魔也在旁边注视着他们 到了第三天 主人为小黑猫端来了食物 自己也有近视的欲望 第四天 小黑猫尽力拉着主人玩耍 他努力忘记自己即将死亡 像是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 第五天门铃响起 主人迎来一个大惊喜 女友来找他复合了 通过解释 两人之间的误会终于解开 两天后 主人跟着女友在阳台有说有笑 小黑猫就在不远处看着欢声笑语的主人 他觉得自己做的一切都是值得的 即便自己马上就要死去 在交换时间结束的那一刻 小黑猫似乎看见了自己和主人第一次相遇的场景 几个熊孩子往他身上扔石头 欺负得自己满身伤痕 是主人及时救了他 并给他一个家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小黑猫静静地趴在一个角落里 骆驼把属于自己的珠子拿走 感慨着世界能有真情在 对于我们来说 只是捡了一只猫 可对于他来说 就是我们给了他新的生命 在他的世界里 主人就是他的全部 只要主人开心 哪怕他付出生命 也在所不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家情感谢大家